一个集合蔬食、文创、环保乐活及艺术表演等等的无肉市集 在槟城北海遗员环保教育及社区中心展开 年轻人的力量让整个市集充满活力 其实我们过去我们都投入很多时间在推述 只是我们过去的推述的方法是很直接 然后很传统 所以我们这一次我们就学上人的法 我们用三巧方便 就是用无肉市集的方式 而且走入在这个社区来做 用比较年轻的方式 比较轻松比较自由 效果真的很好 看到蛮多不一样的食物的 觉得蛮特别的 其实也不少人参与 还有歌可以听 掌管兵州福利 爱心社会及环境委员会的行政议员彭文宝 也立临现场为无肉市集开幕 素食和环保息息相关 年轻的志工通过社区媒体宣传 鼓励大家自备环保餐具 收获的回响出乎意料 哈喽大家好我们是慈祭志工 也是推广素食者的 Innerpeace 看到真的是这样多人 然后真的是大家也是有带着环保餐具来 我们就觉得 很不可思议 很高兴 我们觉得说无肉跟环保 其实是对这个社会 对人类跟对地球跟对动物 是最好的选择 所以还是可以把所有的伤害 这样叫到最底的 打卡景点为推广素食助力 这边我觉得大家都很用心 尤其是在布置那一块 非常非常的漂亮 然后也很吸引人家打卡 你打卡了 你放在Instagram就有更多人知道 艺术表演让现场气氛轻松起来 我今天来表演 表演乌克莉莉 我们可以吸引更多人 然后他们会来捐钱 陶克闻香而来 也让商家看见顾客需求 进而研究增加食物种类 没有想到的话会有这么多人 来参与这个无肉市集 我们已经在on the way 在研发着了 在研发着别的口味的 尤其因为有一些老人家 他们有那个 urine acid 尿酸 他们告诉我们 他们不能吃花生 有一些是没有花生的类型的 所以我们在研究着 素食结合艺术 无肉的魅力 开始在社区展开 大约新闻真善美食工 林俊叶 陈律师 黄瑞燕 马来西亚报道 多一份善恋 多一份平安 一人一善 远离灾难 散开 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